欸 余華 余華 你今天來做個拍照齁 那我們想說我們都是很希望知道你的 平常化妝包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分享你的化妝包的東西嗎 喔 好啊 我喜歡很多拉鍊的 然後讓我整理一下 我看一下我有什麼 氣墊粉餅 然後就是打開就知道是很常用的 有一點那個使用過的痕跡 氣色好不好就靠它了 然後基本因為我很注重我的眼睛 所以內眼線筆就是會翻開來 然後這樣畫裡面眼睛就會看起來特別大 然後還有我覺得這個睫毛夾非常好用 就是你可以簡單的這樣往上 欸對 睫毛夾是這樣 然後往上它就會呈現一個90度 將近90度很完美的形狀 嘴巴的部分因為其實基本上我是 純色比較淡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會要氣色好一點 我就會用粉色啊 粉橘色啊這樣 有好氣色我覺得就夠了 這個呢是我在日本發現的 有點薄荷的味道 它是拿來就是然後很簡單的這樣 就是可以在很快速的時間內 讓牙齒變白 然後這個獅子巾我之前用過一次 我覺得也很厲害 就可以這樣擦一擦 有時候你畫那個口紅啊 如果沾到那個牙齒 你也會很難很難擦掉 你就用這個簡單這樣擦一下 你就一秒擁有潔白的牙齒 如果我一定會帶一個東西出門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會帶 好的現在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包包 你們有看到底部這邊就有點微微脫落 因為我背它背了大概有四年的時間吧 這是我幸運狗 我就覺得帶著它 我就覺得莫名的很有幸運的感覺 首先呢 這是我的劇本 最近剛殺青的《愛情白皮書》 我在裡面飾演的角色是圓純美 它是一個有點傻白天 然後ㄎㄎㄎ女孩子 下一個就是耳機 我的耳機變這樣 然後米格魯心酸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錢包 這是我很容易辣東辣西的 然後有時候不管買再可愛 再貴 在名牌的包包都會很容易 比如說拍戲這邊丟一下 那邊丟一下 剛好最近又過年 我剛才直接把我媽送我的紅包 來當成是我近期的錢包 裡面也沒有多少錢啦 但就是反正就是一些零錢什麼什麼的 再來就是這個 我非常非常愛吃這一家的卵糖 然後我有自己一個小化妝包 這個是冰冰霜 可能譬如說今天要露個腿 要露個手肘 那我就趕快擦個冰冰霜 趕快來急救一下 把它那個紋路給撫平一下 再來是香水 香水這是我姐姐從國外帶回來給我的 它是愛滿式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香 然後眼藥水 因為拍戲的時候眼睛很容易乾 所以就要點藥水 然後眉粉 我還滿注重自己的鼻影 還有修容這一塊 只要帶了這一小盒眉粉 它可以幫我補一補 眉毛的缺口啊 妝有點就是花了還幹嘛的 就可以再補一點點陰影起來 我覺得對我來說修容這一塊還滿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把一個人的五官變得比較立體 再來就是遮瑕膏 我很習慣會去遮自己臉上的痣 我當然也不是每一顆痣都會遮喔 就像是我非常喜歡我鼻子上面的鼻頭這邊的有顆痣 因為我覺得它還滿有特色的 再來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東西滿可愛的 是因為它的顏色非常非常的紅 然後它是腮紅膏的感覺 我喜歡膏過於粉 是因為我覺得膏感覺就會更自然 更像是你自己的顏色 這是我的護唇膏 它是紫色的 它其實畫起來也沒有什麼顏色 它非常滋潤 而且味道也很好聞 最後最後 這是我買給自己的殺青禮物 它就是一個氣墊粉餅 因為我出門我就想說帶氣墊粉餅比較方便 就出門要補妝 就這樣隨便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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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就可以再收進去 而且氣墊粉餅又比較不容易乾 如果我一定會帶一個東西出門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會帶它 因為我覺得氣色好是最重要的 以上就是我的化妝包 By the way 這是我偷我緊的 在家的心理箱裡面呢 常常都是衣服跟鞋子 我的心理箱有點不一樣 它很重 因為它們都是滿滿的相機 這台 因為它總是很從容 在鏡頭前面都會好好讓我拍照 所以就可以用這種成本很高 一張七八十塊的 那張小優可以打小孩 我經濟打小孩 這個 Sony RX100 為什麼呢 可以直接上傳IG 看到鬼 蛤 看到鬼 看到鬼 看到鬼應該用這個拍的吧 看到破蓋的人 破蓋的人 好慘喔 那還拍它 這台 Nicone of Batae 對 因為很瞬間 還可以打閃光 一定可以把瞬間凝結 然後那個破蓋的樣子 下去的瞬間 都會拍得很好 Fashion Week 那還是要帶這個數位的Sony 對 因為時裝週的話 應該是有很多重要的 information要分享跟紀錄 底片實在它還是有一定的風險是 它就是 可能失焦啊 糊的或者是 整個衝白片 而且其實時裝週的時候 你也會穿得很緊啊 自己 萬一沒有什麼大口袋的話 可能就可以從胸口突然間拿出來 用這個剛剛好 為什麼我可以開始 所以喜歡攝影這件事情呢 是我18歲的時候到美國讀書 然後是一個人過去留學 可是到了美國之後 因為美國小孩早上9點才上學 然後下午兩三點就 就回家了 要想辦法Figure out你這些美國時間怎麼用 然後那時候台灣很流行 Lomo LCA 然後我就做了一下功課 看到一個叫Hoga120的相機 就覺得這台塑膠相機看起來是入門款 然後也蠻便宜的 然後我就買來 我就開始裝那個底片 就發現 欸這底片為什麼只能拍12張 把它拍完之後送喜 送喜很貴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這個Hoga120為什麼賣這麼便宜呢 因為它規格是120相機 只能拍12張 所以其實想要買的人不多 這個定價就定的比較便宜 然後我就摸摸鼻子 拍了三卷之後 之後就比較沒有來拍 因為太貴了 然後拍照這個習慣 就一直延續到做空服員的時期 就算做空服員 我還是天天都帶著相機 就是每一趟出來基本上都會帶著 那時候用的是這一台 是Canon的相機 它是我唯一一台數位單眼 你看這都掉漆了 有一次我就帶著它在那個印度夢買 看到什麼就拍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地上一堆垃圾 我就對著垃圾猛拍猛拍 很少到印度覺得很特別 遠遠我就看到一台警車 就開過去 遠角雨光 我就看到他們朝著走過來 然後他就說 Excuse me man What are you doing? 這樣 然後我就說 I'm taking pictures 然後他就說 I know you're taking pictures But why are you taking pictures of garbage? 我才恍然大悟 就是原來我拍垃圾這件事情 好像有點奇怪 靈機一動我想到我在 一Landing到那個機場的時候 上面就寫 Welcome to Incredible India 就跟他說 Oh 因為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India 所以 Everything to me is incredible 然後之後開始拍戲 我也還是都會帶一些很輕便的相機 比如說也是剛剛的二八泰 沒事劇本獨熟了 我就會開始起身散步 然後就東拍西拍拍導演的背影拍其他演員 大家比較熟了之後就會拍大家 可能在休息或者是讀本各種狀況 有一次在拍《酸甜滋味》 後來就 欸 我想說 怎麼了 是不是打擾到大家 你會想我 我說 對啊拔幹嘛 然後那個 女兒幫爸爸拍一張這樣 然後我就 好 原來想要入鏡 然後後來也是因為拍照的機緣 所以跟溫正玲認識 我在拍春梅的時候 然後還有他在拍一把金的劇照師是同一個 他個別跟我們對話的時候 覺得我們的話題很相近 然後 每次講話說就要拿一台相機在人家臉 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我們就約在咖啡廳裡面 然後一見如故就覺得 哇 好像就是真的很合拍 我們在拿相機出來的時候就發現 欸 就是我們兩個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就是 Leica的Mini Luxe 它是跟二八泰一樣 它也是傻瓜相機 小溫 他是一個 很漂亮的拍攝對象 而且我覺得 他自己也很明白這件事情 其實 身邊有很多演員朋友 但我把相機拿起來的時候 就算我再安靜 有的朋友還是會害羞 可是小溫很自在 所以他常常就是我的練習對象 那我用這台120相機 拍了很多他很漂亮的照片 這次在我的展覽裡面有一張 我給他看之後 他就說那張要當他的傳家之報 他這樣講的時候我差點突出來這樣子 這一台相機也蠻值得介紹的 它是我的貴人相機 能夠辦展覽跟初術都是因為它 為什麼呢 它是Vivette Meyer的愛用機 它職業是保母 可是拍了非常非常多很好看的120筆片 在它故事之後 有一個研究生意外的找到這些照片 然後發布在網路上面 大家才慢慢發現 有一個這麼偉大的攝影師 大家沒有發現 那時候很崇拜它 所以就也買了這台相機 這台相機的對焦方式不太一樣 它的對焦方式 就是要這樣看 快門在旁邊 按下去也是嗲一聲 拍照的時候 是不會驚動到對方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尊重被捨體的一個 一台相機很有趣 因為最近要辦展覽的關係 把這數年間 所有的照片再做一個總整理 對我來講 心情上面有點像是 寫了很久的日記 突然間被貼在牆上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的日記長怎樣 有點害羞啦 可是還是蠻開心 自己的興趣可以 被當作一個很 很正式的東西肯定 所以歡迎大家來看 哈囉 網文 你在幹嘛 嗨 一把親 好 最近生活中 讓你最興奮的事情 換了我的相機的鏡頭 最喜歡自己身體哪一個部分 全部 最喜歡的動物 貓咪 最害怕的動物 沒有 最討厭在生活中發生什麼事情 找不到東西 喜歡下雨天還是晴天 嗯 都喜歡下雨天多一點點 最喜歡吃的食物 洋蔥 最喜歡的甜點 奶酪 最愛喝的飲料 檸檬紅茶 最喜歡的一本書 為什麼 台北人 一把親 最想成為哪一部電影裡面的角色 嗯 Hard Candy裡面的 Alan Peggy 過去一年最喜歡的電影 La La Land 最近一次Google自己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 有一個網路遊戲叫返校 很多人說我適合那個角色 目前除了演戲最想做的事情 非常的多 例如游泳 最崇拜的好萊塢演員 伊莎貝拉與裴 最想合作的演員是誰 張國榮 最喜歡的時尚人士穿著 奧黛利赫本 最喜歡的一項時尚單品 帽子 最近看了一部電影是什麼 喜歡的原因是什麼 你的名字 喜歡的原因是因為我的少女心 整個大噴發 十年後想變成怎樣子的大人 想變成 充滿活力 然後能夠改變這世界 一點點的大人 你的衣櫃裡面最多的顏色是什麼 黑色跟紫色 你手上現在拿什麼書啊 村上村樹挪威的森林 非常喜歡的作家 回到家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餵貓餵狗 擁抱他們 如果你現在有一段長假 最想去哪裡旅遊 西藏跟冰島 現在如果飛機上坐了哪一個明星會讓你非常非常坐立不安 拆火車的伊望麥奎格因為他帥呆了 目前最想挑戰什麼樣的角色 非常漫畫裡面的少女 如果你現在擁有一個魔法希望是什麼 飛行 最喜歡台北哪裡 電影院光點華山 最討厭台北哪裡 台北車站因為擁擠 你的口頭禪是什麼 怎麼那麼可愛 當你第一次見到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他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眼神 好嘍最後一個問題了 娃娃 好 等會你要去哪裡 喝咖啡 謝謝娃娃拜拜 謝謝